中共五中傳媒剛剛結束 11月1日2日內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亞市委書記 同道慈、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高財林 蒲發銀行員副行長穆齒被查處 三人都有長期金融系統任職背景 其中高財林、穆齒與上海金融圈關係密切 同道慈曾在證監會工作14年 在11月1日晚上8時 中共中紀委官網通報 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亞市委書記 同道慈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同道慈成為中共五中傳媒之後的首輔 也是今年以來落馬的第18名副部級高官 公開歷歷顯示 同道慈1967年出生 同道慈有海外留學經驗 1999年博士畢業的同道慈進入世界銀行總部工作 擔任企業發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專家 2000年同道慈回國 之後20年他分別在四個地方任職 2000年10月同道慈赴中共證監會工作 成為第一批加入證監會的海歸 他在證監會工作了14年 歷任規劃發展委員會委員副局級 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 發行監管部副主任 國際合作部副主任 兼發行監管部副主任 國際合作部主任等職 中共證監會官網顯示 上市公司監管部副有監管境內上市公司拼購重組活動 牽頭負責上市公司出現重大問題及風險處置的相關工作等職能 發行監管部副有已定在境內發行股票並上市的規則 實施細則 審核上市公司在境內發行股票 可轉換公司債券的申請文件 並監管其發行上市活動等職能 這兩個部門在證監會發揮監管職能方面承擔重要的角色 2016年11月時年49歲的童道池 空降湖北擔任中共湖北省副省長負責國土資源 對外開放、涉外經濟及涉外事務、商貿流通、金融、證券、保險等方面的工作 在2018年11月1日童道池南下出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 次月兼任三亞市委書記直至此番被查 童道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和他在哪一個地方任職相關 目前尚沒有相關內情披露 11月2日晚上7點 中共中紀委官網據上海市委監委消息通報 中共上海普通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副行長牟齒涉嚴重違紀違法 牟前稱接受上海市紀委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簡歷顯示牟齒在2000年開始先後 在蒲發銀行天津分行蒲發銀行總行擔任要職前後 長達17年中共19大前職 2017年6月時年56歲的牟齒 詭異重違法銀行辭職 牟齒重違法銀行辭職的原因 和辭職後去向成為3年後突然落馬 2015年10月29日 上海普通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曾發布公告稱 收到公司副行長牟齒先生的請辭 因工作調整牟齒辭去公司副行長職務 在11月2日上午11時 中共中紀委官網據吉林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中共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高財林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簡歷顯示 高財林1964年2月出生 陳任吉林省金融工作辦公室黨組書記 主任任吉林省松原市委副書記市長等職 2017年12月任吉林省政府副秘書長 事證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吉林省是江派常委張德江為首的吉林幫的老巢 上海幫金融系統出身的高財林 自2009年10月開始任吉林省政府辦公廳 黨組成員副主任 省金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省政府副秘書長等職 在吉林官場核心部門任職多年 他的落馬牽連邊的吉林幫老虎 值得進一步關注 中文字幕 telling you to be employ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